朝野阵营造势已久 今天终于迎来吉兰丹 能及礼州一席补选的提名日 国阵和国盟候选人双双 在支持者的陪同下抵达提名中心 国阵主席拿杜斯里·阿摩扎西 和巫统化妄生区部主席 东姑拉·沙利等领袖也到场驻镇 最终提名程序顺利完成 宣委会宣布 这场补选是国阵和国盟之间的 一对一较量 一大清早可以看见警员们 驻守在华王生县议会活动中心礼堂 他们保持警戒 确保秩序得以维持 没有发生不愉快的事件 早上9点05分 国民阵线团队 浩浩荡荡抵达提名中心 一行人在国阵主席拿杜斯里·阿摩扎西 以及诚信党副主席拿杜·马夫兹的 带领下挥舞天秤旗帜 陪同国阵候选人 穆浩默·阿兹马威进行提名程序 除了两名领袖 乌统话王生区部主席东姑拉杀里 同样到场支持 扎西也不忘和孤里相互拥抱和寒暄 至于国民联盟候选人 穆浩默·李斯华迪 则是在早上8点50分 和一众支持者进入提名中心 尽管短兵相见 但两名候选人在提名中心 依然保持风度 不仅拥抱祝福对方 也大方拍照留念 首先提交提名表格的是 代表伊斯兰党的穆浩默·李斯华迪 身穿蓝色马来服的国阵候选人 穆浩默·阿兹马威 教后也在选委会官员的面前 完成了提名程序 由于没有其他政党或独立人士 角逐这个州议席 因此能激励州议席选举官 聂莱斯南道在提名时间结束后 宣布这场选举是国阵和国盟 一对一的直接较量 第二 第二 二位 青年奖冠军等青年成就 被视为是国阵最佳生力军 至于41岁的穆浩默·李斯华迪 曾经在大马皇家海军服务 退伍后担任 丹州伊斯兰事务局宣教官 他和妻子育有五名子女 是能激励州习选民 能激励州一席补选 将在8月17号举行投票日 竞选期为74天 根据选民册 当地共有20259名选民 一直都被视为是国阵的堡垒区 但已故莫罕默·阿兹兹 却在两年前的州选 为国盟赢下了这个议席 马兴社电视采访报道 为了扩大国民阵线 在吉兰丹的政治版图 期盼选民能给予机会 国政主席纳杜斯里·阿摩扎西表示 他们将在能激励州议席补选竞选活动 专注在还没解决的当地社区课题 他说助选机制获得盟友希望联盟的协助 并在国政选举主任东姑拉沙里的协调下 瞄准所有20个投票区中心 以解决社区问题 在国政主席纳杜斯里·阿摩扎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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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政主席纳杜斯里·阿摩扎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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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政主席纳杜斯里·阿摩扎西亚